現場有玩過陶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哇很多耶 那請問一下你們接觸到陶土摸到那塊土的時候 當下的感受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們分享一下 流汗 流汗喔 我們做陶的人不只會流汗還會流血喔 因為我們常在工作的時候受傷 好 那我分享一下在藝術治療裡面 跑土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因為當大家摸到土的時候 就像我們雙腳踩在土地上一樣 它比較像是我們回到母親母胎的狀態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打赤腳接地氣 那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跟土地有連結的 旁邊的心情 我的天色 就不知道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 又不會陶雙